大家好 今天帮车友来看一台路虎的男生运动版 18年的车子 帮他检测一下 目前这个车跑了44988公里 跑了不到5万公里 整车抱过来的是原版原期 来看一下 吉尔螺丝原厂的 叶子版螺丝原厂的 车是17年7月份出厂的 昨天大灯17年628号正常的 前面的大梁可以看得到 都是螺丝没有动过的 这边的大梁也是没有动过的 这个大灯是17年628号 都是一样的 大灯没有问题 叶子版螺丝也是没有问题的 机关螺丝正常的 这个发动机是3.0T的V6机械增压发动机 匹配了一个8AT的变速箱 人态摸损不大 17年39 这个车四个悬挂都是用的空气悬挂 螺丝都没有动过 也没有深入的风机 在底盘升降的车一定要把空气悬挂检查好 要不然这一根悬挂的话 四个电原厂一万多块钱 我先看一下 四个电厂公里厨 44,998公里 读取变速箱公里厨 44,995公里厨 发动机公里厨和变速箱搜的风力厨都是一样的 包括仪表读的风力厨也是一样的 这种车子一定要检查一下空气悬挂 发动机没吃 新闻石杆没起过 电动响还没起过 附近没有绝承机 没办法 只能拍下看一看 底盘没有挂堤 没有大的挂堤 这个车是个人车主的车 不在旁边拍视频 简单的讲一下吧 那是基本上没什么磨损 也符合4万多公里的旅程 上面配了一个全景全窗 后排的空间不是特别大 带了一个独立的空间 这个是平行进口版本的 在配置上刚刚还没对出来是哪个配置 全门螺丝都没有穿借过 可以看到整天都是圆形贴着衣服 看一下名字 新年7月份出展 已经讲述过了 刚刚 因为是个人的车子 圆车的方式 高级的高级的高级的事情 整车都是圆满原系的状态 然后大灯 包括车里去了个四个人的运步 那这种高端车 讲述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这个景色的更运气 通知的 车子明天圆车主和新车主 明天进行了 发动机破坏的两个人 所以可以再试试 再试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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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